草鱼对水温的适应性比较强,在0.5到38摄氏度水中都能生存,是以水温为20到32摄氏度,最适合的水温是27到30摄氏度。 在30摄氏度的时候摄氏量最大,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摄氏量降低,低于5摄氏度则停止摄氏,水温低于0.5摄氏度或高于40摄氏度便开始死亡。 草鱼喜欢较轻瘦的水,对低氧具有一定的适应力。 水中溶氧量每升5毫克时可正常生长发育。 溶氧量每升1.6毫克时呼吸受抑制。 草鱼的食性 草鱼是典型的草食性鱼类,在自然生长条件下,主要以水草和其他植物性耳料为食。 幼鱼喜欢小浮瓶、紫背浮瓶、轮叶黑枣等。 成鱼则喜欢吃苦草、眼子菜、浮瓶、幼嫩水草和鹿草。 草鱼年龄与生长 草鱼生长迅速,两到三年的草鱼体重增长最快,五年后生长明显缓慢。 两年的草鱼平均体重3.6公斤,三年的草鱼5.4公斤,四年的草鱼平均7公斤。 池塘选择 人工养殖草鱼最好选择连片的池塘。 水源充足、交通便利、排惯体系完备。 水域土壤环境中的金属、农药残留量应符合我国1995年制定的土地环境质量标准的规定。 池塘主要是长方形,鱼池面积5至10亩,水深1.5到2.5米。 每5亩配备3000瓦增养机一台。 每口池塘配备自动投耳机一台。 水质要求 对水源要进行定期监测。 以100亩为单位,对要灌入池塘的水源进行定期监测。 水质感官标准、卫生指标都要符合我国无公害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标准。 草鱼的养殖周期是两年。 第一年春天,鱼苗下池塘,到第二年春天能长到0.5到0.8公斤。 这个阶段叫苗种养殖阶段。 从第二年春天到第二年秋天,草鱼能长到3到4公斤。 这个阶段叫成鱼养殖阶段。 现在,我们先来看看草鱼苗种养殖技术。 青糖消毒 青糖消毒是在池塘进水前进行药物消毒,杀死糖底淤泥中的有害生物和野杂鱼类。 青糖消毒一般在秋冬季节进行,可以采用生石灰干法消毒。 按每亩75到150公斤的用量全持泼洒。 再经日光曝晒3到5日。 池塘是草鱼生活栖息的场所,也是草鱼病原体的住藏场所。 池塘环境的清洁与否直接影响到草鱼的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池塘的清整工作。 它是预防鱼病和提高鱼产量的重要环节和不可缺乏的措施之一。 青糖消毒20天以后可以注入薪水。 培养生物耳料 养鱼先养水 能否培育好水质是养鱼者的基本功。 池塘放入薪水之后,采用施肥的方法可以培养鱼苗放养后需要的生物耳料。 施肥采用全池泼洒生物制剂的方法。 目前,市场上有各种用来肥水的生物制剂,含有氮、磷、钾等营养元素。 生物制剂能调节水中营养成分比例,使之有利于藻类的生长繁殖,进而培育出优良的浮游动物,供放养的鱼苗摄食。 当池塘里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到浮游生物,低暗四处随处可见成群结队小浮游动物的时候,就是投放鱼苗的最佳时期了。 放养鱼苗 因为草鱼鱼苗的人工繁殖比较麻烦,渔民一般从大规模的繁育场引进。 可以购买刚刚孵化出的鱼苗,要选择品质纯正、健康无病、规格整齐的鱼苗。 看体色群体色素相同,无白色死苗,身体光洁,不脱泥。 放养时间在5月上中旬,这时的鱼苗只有5毫米左右,一亩水面放养15万到20万位。 鱼苗养殖期间,只能放植单一的草鱼鱼苗,不能与其他鱼类混养。 苗种养殖期间的耳料投胃 万事开头难,对于草鱼养殖来说也是如此。 在鱼苗投放的第一周,鱼苗还十分娇嫩,不能吃较大的耳料,因此这个阶段的耳料投胃是非常重要的。 1-20天草鱼鱼苗的耳料投胃 开始的时候,一般每天上午和下午各投胃一次人工豆浆耳料。 投胃的豆浆只有一小部分被直接吃食,更多的还是起到肥水作用。 培育肥水繁殖大量的天然耳料供鱼苗设施。 鱼苗下池塘的第一周,每亩投胃3-4千克豆浆,一周后增加到5-6千克,并根据天气情况灵活掌握用量。 如果天气闷热,要下雷阵雨或暴雨时,一定要少胃或停胃。 20天到2个月,草鱼鱼苗的耳料投胃。 20天以后,鱼苗就长到了2-3厘米。 因为鱼苗的生长块食量大,仅仅依靠投胃豆浆已经不能满足营养需求了。 这个时候,就要采用配合耳料来自喂了。 因为这个时候的鱼苗还比较小,不能吞食颗粒耳料,所以只能把配合饲料加工成粉料投胃。 投胃的时候也是全池泼洒的方式。 鱼苗期间的配合饲料中,蛋白质含量要求在30%,下面我们来看看这段时间的饲料配比。 20天到2个月的鱼苗的鱼苗饲料配比。 豆泼21%,菜泼30.5%,棉泼12.5%,麦肤8%,刺粉25%,米糠1.3%,食盐0.5%,豆油1%,氯化胆碱0.2%,磷酸二氢钙1%. 20天到2个月的鱼苗每天上午下午各投胃一次耳料。 日投量为每万尾苗0.25到0.5公斤。 2个月到8个月草鱼鱼苗的耳料投胃。 2个月的草鱼苗长得快的能长到20厘米,长得慢的也有10厘米了。 草鱼的身体强壮了,游泳能力也增强了,这个时候要训练着鱼苗定点四位。 每个池塘设一到两个头耳机,开始时沿搭设耳料台岸边投胃,逐渐缩小范围,慢慢形成定点头耳。 将配合饰鱼苗加工成颗粒饰料,由头耳机均匀地洒出。 每天早、中、晚各投胃一次。 每次投胃半小时左右,当发现60%到70%的草鱼不再吃时游入水中,说明投胃量已够,可以不再投胃。 20天到两个月的鱼苗饲料配比。 豆魄16% 菜魄30.5%,棉魄12.5%,麦夫8%,刺粉25%,米糠1.3%,食盐0.5%,豆油1%,氯化胆碱0.2%,磷酸二氢钙1%. 两个月以后的草鱼苗消化机能逐渐增强,食量也逐渐增大。 为了节省成本,可以在白天加喂一次草料。 鲜嫩草料营养丰富,纤维素少,亦被消化。 设食鲜嫩草料能使草鱼长得快、少生病,也可以减少投喂量、降低养殖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草料的种类应该是平行卖的长叶青嫩草,不适合投喂草鱼不喜欢吃的网状卖的团叶草料。 以投喂种植的黑麦草、苏丹草等牧草和采集的野生长叶嫩草为好。 对草鱼喂草,每天要定时、足量、均匀投喂。 力求将草料摊开,让鱼吃饱、吃好、吃匀,以提高养殖效果。 从鱼苗下吃糖算起,八个月以后天气逐渐寒冷,当水温低于20摄氏度时,草鱼的摄氏量开始降低。 这时,可以根据草鱼的摄氏情况,减少投喂饲料的次数,从每天投喂三到四次,逐渐减少到一到两次。 这个阶段使用的饲料与前一阶段使用的饲料是一样的。 冬天来临,水温降到15摄氏度以下时,草鱼基本不摄氏。 可以在中午气温高时投喂一次。 苗种养殖期间的水质管理 鱼苗下糖后,每天至少得坚持早中晚三次全面熏糖。 在池塘四周观察鱼苗的吃食及活动情况,及时准确掌握池塘的全部情况, 然后有地放食的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如果发现池塘里的鱼苗因为缺氧而浮头时,应及时加注新水。 碰到闷热天气,又突然下雷阵雨,池内上下层水兑换,大量的残渣从池底涌出水面。 这种情况很容易诱发泛糖。 碰到这种情况,立即注入清新水,排出至少30%的老水。 水质控制是一项关键的技术环节,保持良好的水域生态环境是生产无公害草鱼的重要要求。 苗种养殖期间的水质指标为,透明度30到40厘米, 溶氧量每升4毫克以上,氨氮含量不超过每升0.2毫克,PH值7到8.5。 氨氮含量的调节 在测水养之中,我们经常要测量一个指标是氨氮含量。 氨氮含量过高会破坏鱼的皮肤和腮的粘膜层。 因为腮是呼吸的,鱼的粘膜层破坏了,就容易缺氧,造成浮头死亡。 氨氮含量过高的原因,主要就是胃的饲料、动物排的粪便、水质恶化造成的。 要想水中的氨氮含量不超标,就得勤快点。 经常清除池塘里吃剩的残耳和杂质。 坚持每天打扫池塘里的污物,把吃剩的残耳、漂浮的杂物、池塘边的泡沫等都要打扫出来。 另外,就是提倡喂优质的颗粒饵料。 吃多少喂多少,防止吃不完的饵料在水中腐败变质。 还有一个措施就是,使用二氧化氯等水质改良剂或者微生态质剂对水质进行改良。 二氧化氯使用时,根据说明书的用量,先兑少量的水,搅拌均匀后再加水全池泼洒。 二氧化氯对水体微生物有很强的破坏和杀灭作用,能有效降解水体中有机物,从而降低水中的氨氮含量改善水质。 PH值的调节,PH值就是指水体的酸碱度,水的酸碱性比较好调控。 如果PH值下降到7以下,就采用全池泼洒生石灰水来提高PH值。